253.香港相報 訪經香港密切配合一大一路國策 C.Y.未來再招民生聘經濟 2015年7月12日香港新聞 A.02香港相報信 記者大合聲報導 行政長官梁振英C.Y.昨日稱 未來兩年會集中精神做好經濟、民生工作 部分需要中央及內地省市支持配合 這是他由今天起訪經與國家領導討論的一大方向 令包括香港如何配合一大一路國策 C.Y.又承認 近年立法會的議事秩序較以往差 他與泛民議員關係不佳 需要改善 但強調議員在立法會內圈話 甚至定之要 他上任前已有 他由引述一位師奶說 這樣的行為是較為小朋友 有師奶斥議員劣行較為小朋友 C.Y.作組出席電台節目 俗時暢談本港的經濟、民生發展 他形容本港政府與立法會的關係 由於台灣的府縣關係 拿出的問題不是香港獨有 他亦指出 立法會的敵墜越來越混亂的情況 並非他上任之後才出現 即第一隻招亦不是向他訂 而拉布亦非首次發生 前兩天他聽到一位師奶說 這是較為小朋友 C.Y.坦然 自己亦有因爲行政立法關係不佳反思 工作想做得未夠盡善盡美 一定會檢討 他說 任何可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特區政府都願意做 但他強調 往往政府想推動經濟發展時 社會內部好多阻力 以事實上政府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 已經集合了很大力量 推動民生和經濟 他又對政改方案未能獲立法會通過 感到很可惜 創科局式民生成立黑筆融換 被問到要求立法會加開財委會審議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撥款是否鬥氣 他回應說 特區政府已是第三次提出有關項目 亦沒有一個民生議題需要傾談三年 不認為存在打尖 與過去十多年本港已有共識成立創科局 他舉例子 創新科技與市民生活相關 譬如可以幫助獨居長者與子女保持聯繫 需要一個局做統籌工作 形容成立創新科技局是黑筆融換 以事實上 成立創科局所需公帑並非很多 一年只需三千多萬元 港深可合托創新科技及金融 雖然近日股市有波動 但本港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 制度、法律或措施等 軍教其他市場有優勢 例如港匯等總體金融情況仍穩定 但不能掉以輕心 他又指 本港長遠的經濟機遇有很多 例如國家十三五規劃 廣東服務貿易自由化 鄰近又有自貿區 未來亦有新一輪SIPA 較遠的橫有阿頭航成立及國家一帶一路發展 更形容香港比新加坡有一國優勢 同上海相比 又有兩制優勢 CY又提及 前日與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及市長許勤會面 他和馬興瑞達成協議 雙方每兩個月見一次面 CY指出 深圳有前海 香港有河濤 認為有兩大產業 包括創新科技及金融可以發展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與深圳市市長許勤在西法有關討論 他認為深圳的高科技產業成功之路 適合香港走 他舉例說 負責評選諾貝爾醫學長的瑞典卡羅林醫學院 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 是香港一個頗大的成就 被問到會否連任特首 他表示現在沒有計劃連任 強調未來兩年會集中精神做好經濟民生工作 他直言 在我們這個位置上應該謙卑 我們是社會公僕 我們是為社會做事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